2022年9月8号 在为70年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了 在藏仪期间 关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英国国王的虚军地位等话题 再度引起人们热议 而这些话题归根结底 离不开一份签署于800年前的历史文件 大宪张 离不开800年前 那位英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国王约翰一世 正是约翰王的丧失国土 暴虐无道 激起了贵族的无力反抗 并逼迫约翰王 在这份严格限制国王权力的文件上签字 从而影响了英国的历史 直到今天 约翰王是亨利二世和埃里诺王后最小的儿子 由于他上面有三个哥哥 从小父母就宠着他 根本也没把他当作国王来培养 而他从小就养成了没有主见 懒散胆怯 出而反而贪财好色的坏毛病 由于亨利二世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 所以当 埃里诺王后窜到儿子们叛乱造父王的反时 约翰起初没有参加 但是 禁不住哥哥们给予他利益的诱惑 他背叛了父王 当亨利二世从叛乱名单上看到自己疼爱的约翰小儿也在其中 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不久 憨恨死去 二哥 师姓王理察继位了 理察王对弟弟不错 封给他大片的领地 但是 理察继位不久 就将王国大权交给了老太后埃里诺 自己率领军备前往东方 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哥哥不在国内 老母亲埃里诺又疼爱自己 约翰开始不安分了 当他得知一起参加十字军的法王菲利普 在前线和师姓王理察闹得不愉快 提前回国了 觉得这是上天赐给自己的机会 于是开始和菲利普秘密勾结 希望菲利普支持自己 推翻哥哥的王位 由自己取而代之 作为交换条件 约翰同意将英国金雀花王朝 在法国境内的国徒 罗曼底安鲁等领地 割让给法国 法王菲利普自然是求之不得 撇开英国本土不算 英国在法国的公爵领地 几乎占了法兰西王国的一半 从父王路易七世开始 就和英王亨利二世打斗了几十年 但是始终没有起色 卧塔之侧躺着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两代法王父子都有如骨根在喉 现在英国出了一个内奸王帝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于是法王菲利普和约翰 李英外合开始了密谋 但是这个阴谋被老太后艾丽诺 发现了 他立刻写信给李察 要求李察王迅速回国 防止身边 李察匆匆忙忙地和萨拉丁签订了合约 踏上灰图 然而想不到的是 在途经德意志王国境内时 他被德国皇帝扣住了 师姓王李察在英国有着巨大的声望 全国上下 从老太后艾丽诺到王公贵族 以及平民百姓都纷纷出钱 作为释放李察王的赎金 而约翰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和菲利普和谋 写信给德皇 要求德皇将李察永久囚禁 英国所交付的赎金 可以由约翰和法国王室承担 在教皇的压力下 德皇不敢答应约翰的请求 李察王还是被释放了 当菲利普得知李察王获释 立刻给约翰发出了暗号 魔鬼已经出笼 你好自为之 李察王回来了 约翰吓得魂飞魄散 他知道自己干的好事 瞒不过王兄 于是他逃到巴黎 请求菲利普的庇护 但是李察是大怒的 再加上母亲埃利诺的劝说 李察决定不追究约翰的罪行 他对跪在面前痛哭流涕的弟弟说道 你还是个孩子 被菲利普的一番鬼话 迷住了心窍 我不会怪罪你的 就这样亲亲放过了约翰 但是约翰所造成的破坏性是巨大的 因为他已经擅自将法国一些重要的领地 偷偷地割给了法王 为了挽回损失 李察不得不跨海与菲利普作战 将弟弟送出去的国土再夺回来 菲利普不是李察的对手 被打得节节败退 但是在一次战斗中 大义的李察中了案件 他死在了法国战场 更糟糕的是他没有留下子嗣 1199年 坏下约翰登上了英国的王位 他就是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金雀花王朝第三任国王约翰一世 随着约翰的登基 一向和约翰勾勾搭搭的法王 菲利普的立场改变了 身为法国国王 菲利普就是要把英国人赶出法国 挑动英国王室的内乱 沉积乱中取利 这才是菲利普的目的 于是菲利普不承认约翰的王位 而是支持约翰的侄子 布列塔尼公爵亚瑟 约翰的王位继承也是有软肋的 身为老四的约翰 前面的三个哥哥都死了 理查王是约翰的二哥 没有子嗣 但是死去的三哥留下了一个儿子 布列塔尼公爵亚瑟 此时的欧洲已经基本形成了长子长孙继承惯例 因此三哥的儿子似乎比他这个四弟继承顺位更靠前 但是老太后埃利诺在自己的幼子和长孙之间选择了儿子 内心不服的亚瑟投靠了法王菲利普 他向王叔约翰和老祖母埃利诺开战 但是亚瑟毕竟年轻 经验不足 他被约翰王活捉了 没多久 亚瑟的尸体漂浮在了塞纳河上 亚瑟之死不仅震动了各国的王室 也震动了割据一方的公爵伯爵来 在中世纪有人约定俗成的规矩 享有和自己平等继承权的王室成员 可以软禁但是不可以杀害 除非有公认的确凿死罪 亚瑟之死 约翰自来是第一嫌疑人 不久 亚瑟死前遭受酷刑的各种说法 也传得沸沸扬扬扬 以至于四百年后的莎士比亚 在他的剧作《约翰王》中 对此做了戏剧描述 约翰成了公敌 法国王室各公国的爵言 甚至英国国内的王公贵族 都对约翰侧目而示 约翰的声望一落千丈 不久 坏小子约翰又干了一件更荒唐的事情 抢婚 法国南部有一个伯爵领地叫安古莱姆 伯爵有个女儿叫伊莎贝拉 据说他有了惊人的美貌 人称中世纪的海伦 本来他和另一个伯爵领地的继承人 定有婚约 但是约翰贪缠姑娘的美貌 竟然采用武力抢走了人家的新娘 成了自己的王后 这一下整个法兰西都震怒了 爵言们纷纷要求国王菲利普主持公道 约翰虽然是英国国王 但是他又是法国境内的诺曼底等各个领地的爵言 理论上法国领地的爵言就是法国国王的封臣 必须向法王宣誓效忠 接受法王的官下 于是菲利普就动用了这一条 他发出传票 要求约翰前来巴黎受审 约翰当然一口拒绝 于是菲利普就以宗主的身份宣布收回诺曼底安卢等英国国王在法国的领土 约翰大怒战争又大响了 然而和赫赫有名的哥哥诗姓王理查相比 约翰的军事素养太差劲了 何况他杀害王侄 抢人欺女这类恶行实在是为人不齿 因此英国本土军队士气一落 而本来与他联手的法国境内的爵言 也觉得丢不起这人 纷纷离他而去 更不幸的是 德国望重的老太后埃里诺去世了 他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主心骨 约翰被菲利普打得满地着牙 几年的时间海盗老祖宗罗洛三百年前打下了江山 诺曼底丢失了 祖上的世袭领地安鲁伯国 父王亨利二世拐来的阿基坦公国 连头带抢的布雷塔尼公国全部丢失了 一败徒弟的约翰王由此得到了师弟王的称号 菲利普终于实现了父祖辈几代人的夙愿 几百年来始终又语欲语的法兰西卡佩王室 终于冲出了检防语化沉洁 几乎占有法国一半国土的英国金雀花王朝的领地 全都落入了法兰西王室之手 法兰西由此走上了中央集权的强盛之路 法王菲利普二世也因此得到了菲利普奥普斯都的名号 他成了法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伟大国王 中央集权的强盛之路 法兰西亚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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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西亚室之路